钟翰良引婚十几年,如今老婆女儿尽照曝光。竟然还是做这行,老婆事业还做超大,根本赚翻了。 说起钟翰良,你或许觉得他不是最优秀的男明星,但是他却是大家都喜欢的明星,一直在演艺圈里兢兢业业,一米八多身高,气质非凡,长得帅气却很低调不说,曾于95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台湾十大最受欢迎偶像,从舞蹈训练班出身。 图片来源,Troid Shelby News 编辑整理。 2015年钟翰良和唐嫣主演一部合影声肖默热播之后,两人作为一对CP高虐的表演也是让很多观众表示羡慕和喜欢。 尤其剧中的完美男人何以称,一副霸道总裁风范,迷倒一大片的小迷妹。 曾一直有著关于钟翰良引婚生女的传闻,但是对于传闻钟翰良一直都没有证明回应,甚至直接拒绝回应,不过近日他承认了自己已经结婚生女了,而且女儿都有五岁了,长得十分可爱。 据了解,钟翰良老婆名谢一画,1980年出生,是一位身高172的长腿美女,长相清纯客人,来驻台北,是一名设计师。 谢一画18岁考入表演戏,遭到家人反对,改学服装设计,曾去国外进修学习,于07年创业,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品牌正六后,年薪超千万。 十年前,谢一画对外都是以钟翰良的服装造型师的身份相处,两人于2012年结婚,如今两人关系已曝光,网友们纷纷羡慕外嫂,运气真好,捕获男神一枚。 娱乐圈里,隐婚的明星也是挺多的,为了不受媒体的打扰,向天王刘德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了,钟翰良选择了隐婚,但是并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喜欢,因为他是个品德端正的明星,几乎零飞闻的存在,很爱家庭的男人。 之前大伙看完和已生肖末后,都不由自主地觉得唐燕钟翰良两人很合适,可惜两人都另外心有所属了。 近日出席电视剧盛典活动时,唐燕自然捐取的蜜糖色长发搭配灵动的鞋刘海,看起来甜蜜又活力十足。 唐燕和罗进手牵手出奇,他一身蓝色长裙显得高贵大方,身陷优美,看起来十分性感迷人。 他之前说过包斗隔周池,百度可循包法,完美身材也是保养出来的,怪不得罗进会抓住机会出手,拿下了唐女神。 虽然钟翰良和唐燕两人没有如观众们所期待走在了一起,但是他们也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,钟翰良有助自己幸福的家庭,有老婆和女儿,而唐燕似乎也是身怀溜甲了,和罗进的好事也是不远了。 钟翰良,如此成熟稳重的男人,娱乐圈出淤泥而不染的存在,大家喜欢他吗?参考来源。